網絡幫助網絡 深入人煙稀少的亞馬遜雨林部落 與缺乏資源的巴西偏遠學校 這些原本是網路不可及的地帶 卻因為馬斯克的新鏈 串起了他們與世界的距離 雖然最近巴西大法官和馬斯克撕破臉 下令扣押他們在巴西的資產 但馬斯克還是承諾 要免費提供新鏈網路 讓偏遠地區和軍隊使用 至於為什麼新鏈的銀行照護 會遭到凍結 要回溯到2022年巴西大選 阿里山德德摩拉斯 在我們訪問 在2022年巴西總統大選期間 網路上流竄許多錯假訊息 而其中一個謠言生產地 就是馬斯克的X 為了控管假消息 今年巴西最高法院 要求X封鎖散播不實消息的帳號 其中包含了多個巴西前總統 波索納洛的支持者 是一個人 我们是Elon Musk 自由派的马斯克 拒绝服从法院要求 封锁特定言论的命令 甚至批评最高法院大法官 是假扮成法官的邪恶独裁者 在任何地方 在美国有投资 是在美国的法律和法律 所以 这最高法院取决了一个决定 你能够认识一些东西吗 最高法院要求撤出相关账号外 以要X在巴西指定法定代表人 马斯克不仅不理会 还直接关闭了在巴西的办公室 引起法界与政界的抨击 其实X并不是第一个在巴西遇到法律问题的网路平台 最高法院过去也曾封锁Telegram 不过双方迅速达成协议后 Telegram就重新开放 脸书也曾因为拒绝提供犯罪调查的对话记录 导致WhatsApp在巴西无法运作 不过由于WhatsApp在巴西的用户 比X多上好几倍 因此很难累推 X也会和巴西法院达成协议 为了不让X成为无法可管之地 法院全境封锁这个社交平台后 更进一步往马斯克的下一个事业 心眼下手 收购推特后 X平台上广告商纷纷撤资 市值跟着雪崩式下滑 如今又面临市场不小的巴西被封锁 马斯克进入多事之秋 目前巴西最高法院看似占上风 马斯克其实也握有不小的谈判筹码 即使星链目前暂时向后退一步 但依旧在宣求法律途径 证明这样做违法 马斯克与巴西大法官之战胜负未定